马克42浪子,又称反脱离战甲 这是所有战甲中最坑爹的一套 马克42具有远程操控和自动组装的能力 每个部位都拥有独立的控制系统 通过植入皮下的微型芯片 库宁可以随时控制战甲的各个部分 戴上虚拟设备实现远程操控 不过由于技术还不够完善 库宁每次穿戴都面临断子绝孙的风险 也由于自动组装省去了很多部件上的螺丝 导致战甲很容易变得七零八落 马克43是浪子的升级版本 所有功能基本与浪子一致 另外这套战甲新增了哨兵模式 能在托林离开战甲时 使用红外线扫描时刻警戒周围的安全 马克44维罗尼卡 又称反浩克战甲 兄弟跟我心连心 我跟兄弟动脑筋 战甲平时储存在斯塔克卫星上 使用时会自动发射到需要的位置 和托林完成自动组合 战甲还附带一个飞行装备 当检测到战甲损坏时 可使用备用零件快速修复 他不仅可以跟浩克隐平一眼 一套还我飘飘拳 更是打得浩克满地找牙 值得一提的是 这套战甲是班纳主动找到托林 针对浩克而设计的 班纳对浩克的照顾真实无微不至 马克45 由于贾维斯被注入到幻视体内 托林首次使用新智能系统星期五 战甲拥有镇晶制成的外格组件 提升了整体的防御能力 掌心发射的强力激光炮 配合雷神和幻视的攻击 能将奥号的镇晶身体融化 超强的胸口脉冲炮 配合托尔的合力一击 能直接摧毁一座直视 马克46内战战甲 战甲可以通过特徒机关 在4秒内实现快速变身 首部战甲手撕采用纳米材质 可以折叠在手表里 胸前的脉冲炮 可以直接摧毁东宾的机械手臂 力量之大可想而知 而且战甲还可以分析破解对方的攻击动作 使其能够快速找到弱点予以反击 马克47 登场于《蜘蛛侠英雄五归》中 是马克46的升级版 这套战甲最大的亮点是实现了远程操控 马克48反浩克战甲2.0 该战甲是为弥补班纳无法变成浩克 用来临时警惕浩克的战力空白 战甲不需要驾驶着穿戴战衣 可直接游人操控 马克49救援战甲 是托尼为小蜡标量身打造的战甲 外观以蓝银两色为主 战甲主要采用纳米技术打造 空气武器则悬浮在背部的一款被子 能发射强大的能量冲击波 和托尼打配合也是毫不逊色 马克50纳米战甲 平时储存在胸前的纳米核心中 使用时只需收紧衣服 双击纳米核心 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纳米战甲的变装 利用纳米粒子的延展性 战甲可根据战斗需要转换多种形态 如背后的多个弧形脉虫炮 加速喷射器 长剑 等离子炮 大盾 锤形态切换等等 战甲还能自动修补破损的部分 内置的纳米泡沫可以修复飞船 医疗泡沫可以治疗身体 凭借这些逆天科技 托尼和灭霸打的有来有回 也是第一个让其流血的人类 马克85 托尼生前所穿的最后一套战甲 继承了马克50的技术成果和使用经验 优化了纳米类装备的性能 使其更加安全且强大 盾牌则由纳米盾换成了能量盾 面罩也换成了更加牢固的震惊材质 背部新增的纳米大炮 配合了一身充电 可以打出毁天灭气的最强一击 战斗中 托尼抢走灭霸手中的六颗无限宝石 只可惜战甲并不能承受六颗宝石的能量 最终托尼牺牲自己 拯救了宇宙苍生 从马克1到马克85 是使命更是责任 托尼没有辜负一僧的使命相救 每次危急时刻他都冲在最前 复连一的监抗核弹 复连二与肉身阻止城市降落 复连三独自一人面对灭霸 复连四牺牲自己 始于钢铁侠 终于钢铁侠 感谢着十年的陪伴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 爱你三千遍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